这五盆绣球上盆到现在都没给他们浇过水 昨天这一盆在太阳晒的时候 这个叶子有点粘了 说明它缺水了 现在就来给它浇水 这个大盆这么小苗 浇水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不要只看这个盆土表面的土发白了 就给它浇 要往下看一下两三厘米处 如果这个土还是这么干的话 那就需要给它浇了 不过如果你的土透气排水性好的话 也不用太刻意注重这一点 只要不让它干着就行 这个绣球花除了这个冬季休眠以外 其他的季节生长的都非常的快 它的这个叶子又多又大 这个浇水一定要及时 稍微缺点水 它的叶子就非常容易粘 尤其是这个夏天 所以这个春夏秋三季 只要这个土一干了 就要立马给它浇 冬季的话就要少给它浇水 只要保持这个土是一个嫩的状态就可以 除了这个冬季 其他季节干了之后 浇水一定要给它浇透 就是这个底下有这个水 大量流出 就像那些浇透了 这番蓝雪花已经缓了一天了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养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只有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植色光 对于蓝雪花来说只能是勉强够它开花 因为这个蓝雪花它是非常喜光照的 光照越充足它开的话就更爆 不过到时候我是想让它牵在这上面 这上面的光照就会更好 这个蓝雪花它是又耐寒又耐热 在冬天的话 零下10摄氏度以上都能安全过冬 我这里的话就完全没问题 都不用给它翻回去 夏天的话就更不用说 越晒开的越爆 越来越爆